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重庆有长江和嘉宁讲座 那么今天摆的就是关于长江的一些故事 一些传说 相传故事后 在须密山外的青剑洞里面 除了两条龙 那两条龙 乱生兄弟 一条是青龙 一条是荒龙 那两条龙 好龙 非常非常地好 那么好到哪些地方 听我慢慢给大家拜 两条龙 激我如潮 今上和那些作物人间的东海之病的完美作战 有一年 人间大汗 那么山上土地纷纷高级天界 如来复 晓得了两条龙 生之人间十道 便猜 青龙 荒龙 就来到人间 那么不久 青黄而龙 就插到了 就是汪魏 那两个妖怪 倒出作物 而且让他们的莫子莫生 分散到人间 倒出防护 有时发力 让他们心中藏了一种礼物 相伏作物 扰乱任世间的和平世界 于是 很多被控制了的犯人 也被他们影响了 而且还崇拜他 跟到他 那哈 青黄而龙 晓得了个情况之后 决心就要为人类出去妖魔鬼怪 要重振人间的政道 于是 那两条龙 就化妆成两个出家人 以治病学习为民 要来出去人们的习悟信念 那么由于受了完美的毒害 当时由于有些人铺骗的就得到一种病 而且这个病很怪 外头怪到你 一都一不能好 只有暗算别人怀着做一些生人力气的事情 反正是由于你个人的事情 好几乎他这个病还能够得到慌惑一点点 这都叫真人的怀毛病 那么化妆成活上的青黄而龙 为了人们遭一些耗起来 就让他们吃一些猪沙 珍珠 嗨糟之类的东西 教人们连一种取出离合的一种咒语 那么经过他的调制 很多人慢慢慢慢就恢复了良心 接触了痛苦 这下安逸了 一传十四传百 人们奔走相告 三个来月就有成千上万的人了 就按照这个方法 过上了正上人的生活 哎呦 这下打击的传说 有两个好神仙 两个好菩萨 那么居住在东海之边的王美 妖魔鬼怪 听说有人破了他们的法术 于是福 就拍下两个得理感讲 我语经还有哈莫经来打听虚实 哎呦 这个哈莫经以独自的怀随 规矩多端 他就给老婆简单一点的 那个我语经的手 那个样子 我们两个就扳成其指柄的那种柄论 就混在那些人群当中 悄悄都进入多伤居住的地方 我们看他到底是哪个在争 于是福这两个妖魔鬼怪 就到了两个神仙居住的地方 千年到新的哈莫经就实际千里儿 岳飞越来越来越寒淋 军 看到一片树林的阴那地方 也说树林那个叶子 这道奇里有点阴那地方 这两位河上里 老口上里就放出新的光的阳道光 而且直动太虚 哈莫金一看 晓得了 对方哪一头不晓 于是心声一击 他就给我卧玉金 我跟你说 这是那个消贸神 不必放到心上 我们休息还在说 他让卧玉金坐下来休息 他一个人就往前面跑 他就准备把这个消贸神抓回去 捡猪子 卧玉金一听 那不听 这个都便宜了 你个人去哪个对心 于是他就选出冤信张牙舞照理 一哈都死仙 都向两个和尚扑起过来 两个和尚早都晓得 两个妖精来了 也不懂声色 看到卧玉金 忽然选出冤信直扑过来 其中有一个和尚 就打出一个胆子 就能打出一个龙珠 就对着那个卧玉金 这一哈就把他打烦闹 哎哟 卧玉金简直不瞄 真要翻身逃跑 你一个和尚收一番 就把他打得冤胜举灭 他们的城市几回 加一阵风蛾 就在东海方向跑了 那么就告诉他们的猪子汪玉对手是青黄二龙 这哈汪玉大陆 于是青殿毛兵五万就来挑战 黄的龙青的龙 那么这两条龙让人付出所有的康复的人们 和他们音场起来千万不要出来 于是这两条龙假云不正就在空中迎战 黄龙青龙各式法力与毛兵啊 怪物啊 还有打赞了起天起夜 经过了一场打赞 两个妖怪看到自己的毛兵越来越骚扰 但是还是不甘失败 于是想了一个呆肚的主意 那么两个妖精各式法力 召集所有私心塌地跟随他们的人 由自己亲自带领他们来不正 修成了两条长射针 渊渊王秋 遥不遥绕 像盘踞在大地上的两条棍和的驱龙一样 双方的从中间那个机器过来 说国之地 万物都成了焦兔 准备要把黄龙和青龙 还有振脱了他们控制的人 就要一举一千年 两条龙已经和毛兵斩了几天几夜了 确实精疲力尽 当看到那个王媒 王土挥掉自己救出来的人 那些时候 就决心了一定要包袱他们 于是两条龙并不过人的安慰 拿成清晃两条冰亮的大火 分别就引作两条火龙 你冲过来 等他们和火龙接触到一起的时候 荒龙 青龙和摸子摸神 他们纷纷就被巨大的玄武捐入到火里面去了 那么经过三天三夜 终于把两条火龙就干出了一千里之外 用他们巨大的身躯 渐渐地就把火龙压到了生枝下面 最后两条龙都伸到缘起 他们也渐渐地就摊入到底下了 就形成了现在的长江皇后 那么直到今天 长江皇后两岸的烟黄之身 依然靠两条大江大火养育着自己 生不息繁衍下去 那么这是第一个故事 接下来我再给大家摆一个关于龙的传说 苗霞 又称之为苗霞 大家看清楚 前面那个苗是苗子的苗 后面那个苗是美苗的苗 那么那个苗霞 唯一冲情是吴七弦 苗霞生故六七 两座唯我冲里的凤凰大山 下江而立 因人入圣里里一条龙门何令何弦 那么凶器壮观 旗帖的矮花一笔而开 把下骨装饰成像千金一样 非常地漂亮 那么这个地方就流传着一个美妙动人的故事 就是说亨照以前龙齐伙伴的乡名 南根女座 各种安居乐林的美好生活 那么有一点不晓得是从哪个地方 就飞来了一条大黄的烈龙 那么我刚才讲的是龙也有好力也有不好力 那么那一条黄龙就是一条烈龙 哎哟 周末多端 不是浮风黄月破坏庄稼 他就是腾云突吾 昌海深历 把整个下骨高达来远色 无烟涨起 不得安立 美念之 鹿月鹿日 当然是说的九历 他的生日那天 更是要相配人们 献上一堆通男通女 还有四套大黄牛 一杯套猪啊 羊啊 让它相守 它要吃 如若不然的话 它一发炉 嘴巴一扎 然后又就穿上村庄里面来 吞死人口 吞死其他的动物 哎呀 还要破坏田园 还得老百姓是搅互哭脸天 那么虾口的龙溪镇上 有一个非常俊美的小姑娘 那个姑娘的名字叫鱼姑 鱼姑就虾决心非要除掉这个乌龙不阔 有几时她就登上云太馆 去找云太仙子求求 但是都没找得到 但是她还是没回心 急修去找 这条清照登上了云太馆 鲜之就比鱼姑的诚心诚意 那种精神干动了 就出现在她的面前 像她之前都说了 你这个地方千里之外 有个鱼玉洞 那么你到鱼玉洞那个地方 就求足一个鱼玉仙子 它一定能够帮助你 鱼姑吃病云太仙子 海洋爬山岁岁又经过千兴王库 终于找到了鱼玉洞 也找到了鱼玉仙子 就说明来疑 那么鱼玉仙子就对鱼姑说了 你想违命出海 时间好时 可是必须要牺牲的子鸡 你愿不愿意 后有鱼姑一听 毫无不忧于 马上都走 只要能够为乡亲们出海 消灭那条窝窿 哪怕是上刀山下祸害 分身垂骨 我也心甘情愿 海洋丽玉仙子 看到鱼姑能量子坚决 也非常满意 点到耳朵 就吵鱼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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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 等于是 这个鱼姑娘 一哈就变成了一条 美丽的 不不乱条的一个小鸿鱼 那么这个小鸿鱼 里江而上 经过七七十十九天 游到了家乡 那天正好 就是鲁月出炉 清晟 他咬身 就变回了原来那个模样 看到乡亲们又在准备 一堆童男童女 像是牛我羊我猪我 哎呀 还打鼓我打鼓的 还要向这个龙贡献那些东西 那么走到前面 那一堆身座鸿鸿鸿鸿鸿鸿的 通烂通绿 已经哭成累日的一样了 荒龙 就是那条猎龙 看到老百姓把东西送起来了 哎呀 痒痒地已溜 嘴巴一掌 就要准备吃 就是这个前军一发之急 鱼姑枪先上前 啊 就把那些老百姓乱倒进 大家再次暂停片刻 让我前去收拾这个哈韵任睛 催一说完 只看到鱼姑 一肿生起来 就往水下面一条 砂死之间 就变成了一条大红色的鱼鱼 然后那个鱼鱼一哈飞腾起来 就吵到去窝弄那个嘴巴 一冲都进去了 这下就转到弄的肚子里面 然后就用他的词东词五七多语 就把弄的乌掌乌腐针对西网趴朗 那个我弄找不住了啥 他给你乱翻乱棍 但是随便他翻随便他棍 终于比羽衣公在他肚子里面就把他吃死了 但是弄虚然死了 而鱼菇直接也展生在荒农的府中 从此老百姓各种安居落泥的生活 那个时候人们为了怀念鱼菇为命出海 就在下口板山腰 为他修了一座鲤鱼苗 好了 我们今天的弄文证就拜这个地方 下期再见